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西方七国在最近一致谴责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3日周二将访问中国 据悉 他将代表拜登政府亲自向北京摊牌 如果中共继续为俄罗斯提供关键支持 将面临银行系统制裁 中共的银行系统将被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的Swift系统 这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彻底崩盘 与习政权的进一步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4月20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出 布林肯此行将严厉警告北京 除非停止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国防等支持 否则华盛顿将采取惩罚性措施 但是如果习停止援助普京 可能也会招致俄罗斯的报复 报道说 布林肯还将明确表示 美国及其盟友无法接受北京向俄罗斯提供 从芯片到巡航导弹发动机等一系列关键物资 以帮助重建其工业基础 继续维持对乌克兰的侵略 美国官员表示 这些材料包括大量微电子产品 无人机 巡航导弹技术 以及俄罗斯用于制造武器推进机的硝酸纤维素 本周在意大利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 与会其他成员表示 已经或将向北京提出这一警告 布林肯星期五在意大利卡普利岛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 向记者表示 中国不能两头讨好 既协助俄罗斯又与欧洲维持良好关系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在上周五举行的一场线上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在必要时将对严重危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中国公司准备采取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 华盛顿正在考虑对中国金融机构和其他相关实体实施严密制裁 华盛顿已经对向俄罗斯提供上述材料的中国和个人公司 实施了制裁 目前正争取其欧洲盟友采取同样的措施 此外 布林肯此行预计还将就台海问题 芬太尼管控等问题与中方进行交涉 布林肯此行将实际财长耶伦后 在半个月内第二位访华的拜登内阁成员 在中国经济面临虚大困难的时候 布林肯将令习进退为谷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中共中美大使谢峰21日在美国哈佛大学讲演 过程中遭遇三位学子高声抗议 中共粉红邹宏基凶狠拖拽一名女生离场 上演中国大陆校园欺凌真实故事 同时这场讲演也令西方人惊讶 4月20日哈佛大学举行 中国中美国大使谢峰的演讲时 现场发生了一场抗议行动 一群寻求西藏自由的民运组织成员 以及来自台湾的哈佛学生吴婷化进行了抗议 导致演讲流程一度中断 第一位抗议者是来自台湾的哈佛学生吴婷化 他在演讲开始时起身高声批评 中共摧毁香港和台湾的民主自由 称谢峰双手沾满鲜血 他还指出中共剥夺了香港人的基本自由 并在尝试对台湾做同样的事情 接下来第二位抗议者也站起来举起抗议步调 批评中共强迫西藏儿童进入寄宿学校 两名抗议者随后被带离会场 谢峰继续演讲 但随后被第三位观众打断 这位藏族人士高举雪山狮子旗 高喊西藏自由的口号 但是却有男子戳爆将抗议者带离会场 令在场西方人使吃惊 有网友在推特上留言表示 请谢峰去演讲是哈佛的耻辱 还有网友质疑现场强行拉走示威者的便衣人士身份 据悉 将抗议者带离会场的是 哈佛大学的中国学联主席邹宏基 正在攻读国际政治经济专业 自称世界公民 致力于促进跨文化交流 但被网友怒批 他根本是北京的小粉红 在为中共政府当打手 在美国校园进行镇压 在这轮中美对抗中 科技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 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美中两国长达数年的科技之争中 美方将打出一记重拳 美国众议院周六轻松通过了一项 将强制中国字节跳动公司 出售旗下热门应用TikTok 或者进入该应用的法案 使得这项可能将TikTok下架 并加深中美互联网鸿沟的法律 更接近成为现实 在该法案下 字节跳动将有最多一年的时间 来出售该应用 之前的一项法案提议的时间为六个月 如果字节跳动 无法在这个时间段内找到买家 在美国拥有1.7亿用户的TikTok 将被禁用 参议院可能在未来几天内 对该法案进行表决 美国总统拜登此前已经表示 他将签署这样一项法案 使之成为法律 另外 在华盛顿这场大戏进行的同时 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份内部通知 TikTok和字节跳动的首席法律顾问 Eric Anderson周日告诉员工 他计划离开公司 知情人士透露 离职时间尚不确定 Anderson将协助物色继任者 他在通知中说 几个月前 我开始反思过去几年的压力 和未来面临的新一轮挑战 我认为是时候交棒给新的领导者了 Anderson称 他是在友好的氛围中决定离职的 彭博和The Information早些时候报道了 Anderson即将离开TikTok的消息 这项针对中共在国际上最成功的 应用程序的立法通过之际 中共正加大长期以来 针对美国和其他外国 及时通讯和社交媒体服务的行动力度 上周 中共政府迫使苹果公司帮助关闭一个漏洞 一些中国用户一直在利用这个漏洞访问 以背禁的服务 包括Meta的两个应用程序 WhatsApp和Threads 在一些专家看来 鉴于中共已经禁止了许多外部社交媒体服务 和及时通讯应用程序 这只是一个小举动 但表明中国打算进一步将外国公司赶出去的意愿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访问学者王丹说 方向很明确 围墙要筑起来了 社交媒体和及时通讯应用尤其受到关注 因为他们具有广泛传播信息和影响公众舆论的强大能力 以及收集其用户数据的潜在能力 一些支持TikTok法案的议员认为 既然美国的社交媒体应用在中国背禁 那么禁止该应用就是公平之据 十多年前 中共屏蔽了Facebook、谷歌、Twitter、YouTube和西方主流互联网上的多数其他网站 在中国 人们通过使用VPN来绕过相关禁令 就像从一个网站和应用程序没有被屏蔽的国家访问互联网 上周五 中共采取行动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要求苹果公司将某些应用完全从其应用商店下架 以防止通过VPN下载 据市场情报公司Censor Tower估计 在过去十年中 Instagram、X、Facebook、YouTube和WhatsApp 在中国苹果应用商店的总下载量超过了1.7亿次 除TikTok禁令外 中美两国在技术依赖和影响力方面的紧张关系 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 双方都不时采取举措疏远彼此 中国经济低迷、地方财政困重 导致公务员被大幅降薪将补贴 连退休金也被削减近30% 为了止损 许多公务员宁可提前退休以锁定薪资 避免退休金进一步锁减 据报道 广州居民徐红说 她的包妹担任中学教师 去年绩效奖金被停发 她告诉我 工资比2018年减少了45% 现在年薪20万人民币都不到 我妹妹带高三又是班主任 2018年她曾拿到近40万元年薪 她说 她认识一名派出所警察 2022年就可以退休 但她想再工作一年 届时每月退休金可多领1000元人民币 至1万人民币 她确实多工作一年 但月退休金反而缩水至5000人民币 报道指出 广州一名网友表示 她的母亲是在地某高校退休教师 月退休金约8000元人民币 最近接到学校通知 退休金被砍至4500元人民币 成都一街道办事处周姓负责人说 她放弃55岁以干部身份退休 决定50岁就退休 今年6月她就可以领月退休金 每月可领4000到5000元人民币 她补充 随着年轻人失业人数增加 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 每天都在爆发 非常可怕 小店倒闭 灵活就业岗位变少 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一名淫信退休教师说 疫情之后 接二连三出现公务员被降薪 被要求退奖金的事情 这是以前没有过的 老百姓眼中的铁饭碗 金饭碗 现在开始降薪了 这不是发生在一个地方 山东张信居民指出 公务员虽然被减薪 但一般民众收入更少 他说 现在老百姓手里也没钱 有的一个月拿1000多2000元 我去辖区居委会 看到已旧换薪电器 老百姓没有人去那里 或者排队看 破产的企业太多了 我周边的亲戚朋友生活都很不容易 近期 中共持续推进政坛打虎 近日前一口气通报 四名地方官员被查 一人遭处分后 中共中纪委21日再宣布 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高鹏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调查 据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1日通报 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高鹏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北京市政府官方网站上 高鹏目前仍位列 市政府领导名单中 据北京市政府网站 高鹏1972年7月生 在此研究生 经济学博士 中共党员 现任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 副市长 工作划分上 高鹏负责城市管理 交通 农业农村方面工作 协助负责紧急管理方面工作 分管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市交通委员会 市农业农村局 和尤为重要的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 以及北京市重点战区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 中纪委微信公众号 19日才一口气发布 有4人被查 1人被处分 6起群众身边不正知风 和腐败问题的典型案例 包括广东中山前市长 威伟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接受纪律审查和警察调查 和山东省政协前常委李伟 黑龙江省家木司市 政协前副主席傅惠华 河南省安阳市政协副主席雷明等人 也均被查的消息 此外 中共中纪委近日还以 抓早抓小防治由封吉府为提发文 强调要强化四方问题日常监督 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作风温床 要坚持抓早抓小防危度见 做到早发现早提醒早修正 坚决斩断由封吉府立一链 德国官员本周一表示 三名德国公民因涉嫌向中共情报机构提供可用于军事目的 潜在性的帮助强化中共海军力量的技术而被逮捕 同时英国也对北京的间谍出重拳 美联社报道说 联邦检察官在一个声明中说 这三位德国人被指控从2022年6月前 开始为中共情报机构服务 并涉嫌违反德国出口法律 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出口一种特殊的激光 负责间谍案的德国检察官办公室写道 强烈怀疑这三名嫌疑人在2022年6月之前为中共特务机构工作 具体时间尚不明确 他们分别是赫尔维格F和伊纳F与托马斯2夫妇 另据德国之声英文消息 赫尔维格F 伊纳F和托马斯2 三人已被杜斯尔多夫和巴特红宝联邦刑事警察局的警官逮捕 被告的住所和工作场所也遭到搜查 该报道引述消息说 托马斯2曾经充当中共特务机构国安部一名雇员的代理人 据称 他获得了有关可用于军事目的的创新技术的信息 德国警察官认为 他利用了在杜斯尔多夫经营一家公司的赫尔维格F和伊纳F来获取信息 另据英国BBC报道 两名英国男子被控违反英国政府机密法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 涉嫌提供可能对敌人有用的资讯 伦敦警方表示 32岁的贝里和29岁的卡许 被控将文章 笔记 文件和资讯提供外国 警方称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指控 调查极为复杂 两人预计26日在西敏区治安法庭受审 伦敦警方说 警方曾在去年3月逮捕两名男子 他们随后又获得保释 针对贝里的指控是从2021年12月至去年2月 卡许则是2022年1月至去年2月 两人出于不利于国家安全和利益为目的 取得 收集 记录 出版或向其他人传达 可能直接或间接对敌人有用的文章 笔记 文件和资讯 以色列刚刚收到美国众院批准将对其大力援助的喜讯 不料同时也收到一个噩耗 美国媒体周日报道称 华盛顿准备对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区活动的 以色列国防军内扎耶胡达尹实施制裁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愤怒地表示 他将与任何针对以色列军队 因涉嫌侵犯人权而实施的制裁作斗争 据悉 这支部队被指在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之前 可能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实施了虐待行为 内塔尼亚胡周六称 在我们的士兵与恐怖怪物战斗的时候 对以色列军队的一支部队实施制裁的意图是荒谬至极的 是对道德的侮辱 他还在X上写道 以色列军队绝不能受到制裁 周五 美国宣布了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 以色列定居者实施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 这令以色列当局大失所望 内塔尼亚胡周日称 如果你们认为可以对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部队实施制裁 我将采取一切手段反对 周五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被问及 有关美国将停止向以色列国防军某些部队提供军事援助的报道 报道指 这与在约旦河西岸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有关 布林肯回答说 我已经得出了一些结论 你们可以期待在今后几天内听到这些结论 美国国务卿提到了莱西法 该法禁止美国政府在有可靠信息表明外国安全部队涉刑侵犯人权时使用资金帮助他们 他补充说 这是我们在各个层级实施的一项重要法律 根据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 这支部队是内沙耶胡达尹 主要由极端东正教士兵组成 以色列政府战时内阁成员本尼甘兹周日发表声明说 他已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了交谈 劝阻他不要实施这些制裁 美国国务院对此不予置评 布林肯周五表示 有关指控以色列违反一系列禁止向严重侵犯人权的个人或安全部队提供军事援助的美国法律仪式 他已做出了决定 美国枪支泛滥危害到了每个居民日常的安全 加州州长纽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最近发布广告 继续推动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来撼动全国枪支辩论 这项修正案将把加州的枪支限制法律推广到全国 如果国会和法院不采取行动帮助社区免受枪支暴益的侵害 那么我们人民必须自己行动 纽森宣传阵营在社交媒体上的广告说 新时报报道 加州立法机关于去年9月批准了一项支持控枪决议 纽森表示 需要其他33个州也必须采取同样的做法 召开制限会议并审议该修正案 但即使在其他18个像纽森一样的民主党领导州中 也没有一个州这样做过 政治观察家并不感到惊讶 他们注意到了国家的政治格局 修正案规则 以及纽森提议的召开制限会议可能带来的风险 政治学教授皮特尼表示 在可预见的未来 召开制限会议起草枪支管制修正案的可能性为零 他指出 共和党控制着59%的州立法会 如果他们要支持制限会议 其目的将是扩大持枪权 另一方面 自由派立法者对制限大会持怀疑态度是正确的 他可能失控导致尝试重写整个宪法 诸如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之类 俄勒冈州的一位州参议会领导人表示 没有人就支持纽森理议修正案的决议与他们联系 但制限会议失控的威胁令人担忧 我不认为我们会采取这一行动 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普罗赞斯基说 他认为其他立法途径似乎更有成效 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打开盖子后 无法将东西放回罐头 纽森提出枪支安全修正案 将规定全国购买所有枪支的年龄为21岁 全民背景调查和购买者拥有枪支之前的等待期 并禁止攻击性武器 那么如果即使在兰州也反应冷淡 纽森为什么还要推动他 他的支持者会说 他的努力是有报复的 皮特尼说 他利用这项提案来鼓励有关枪支管制的辩论和审议 希望鼓励未来有关该主题的全国立法 批评者会说这是一个噱头 目的是为了获得公众的关注 并为未来的政治努力铺路 纽森的发言人克里克说 宪法修正案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但美国人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待全面的枪支安全 这就是为什么自去年加州成为第一个通过安全修正案的州以来 我们已经向20多个州的领导人通报了情况 我们对这些对话中的反应感到非常高兴 并期待明年所有州重新开会时取得更多进展 但当被问及其他州哪些立法者正准备推出支持决议时 他只说敬请关注 宪法学者表示 目前尚不清楚这在法律上是否可行 美国宪法规定了两条修改途径 目前总共27个宪法修正案采用其中之一 这些法案是在众议院和参议院 以三分之二的票数要求修正案后颁布的 并得到了至少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 纽森提出了另一种途径 即三分之二的州的立法机构 要求国会召开一次审议宪法修正案的大会 然后修正案必须得到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 以上就是本期《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